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当比赛进入胶着状态 台里 欧文每3.3分钟可以得到3.3分 这和特雷扬 布克 巴特勒并列联盟地势 也就说认真打球的欧文仍是联盟顶级的巨星 果敢 稳定 高效地给予对手致命一击 而这也是胡人一直对欧文心心想念的地方 本赛季至今 胡人一共出现过16次最后一分钟分叉在3分之内的焦灼时刻 除了战胜蹄虎 雄鹿 奇才和国王外剩余都输给了对手 尤其还包括一场被步行者的绝杀 如果欧文家农眉家詹姆斯的决胜阵容 16场胡人能赢下几场 当然 凡是没有如果 但我更想表达的是詹美 眉欧 詹欧挡拆在具备撕开防线能力下 对手会顾此事比 潜在的胡人这胜率肯定高 只是 在投出生涯第三高60.5% 真实命中率下 滥网是不会轻易放弃欧文了 同样是华丽的囚风 在拉梅洛 鲍尔身上很有欧文年轻时的影子 20赛季场均15.7分6.1助攻 21赛季场均20.1分7.6助攻 22赛季场均23.0分8.2助攻 在个人数据节节攀升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的是 黄蜂的战绩并没有水涨船高 反而大有沦为雨滥之势东部第14 由此 我们不得不提出质疑 鲍尔到底是不是数据刷子 至于是不是 时间会给出答案 但可以肯定是已经影响到了特里·罗切尔 自鲍尔加盟 开始从凯尔特人时期的一号位该打了二号位 数据上 黄蜂时期打分位时间比为52% 远高于凯尔特人时期的15% 效力凯尔特人最后一个赛季 场均11.4次突破下罗切尔 有着54.1%的终结效率 但转投黄蜂后 准确地说因为鲍尔的到来 罗切尔的突破效率是呈下降趋势的 以本赛季为例 13.74突破命中率44.9%质量下降明显 与此同时 受到影响的还有外线 本赛季2.8球 命中率33.9% 对比上赛季3.0球 命中率37.4% 看得出来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显然 让身高紧185的罗切尔 打分位是不合适的 影响的不只有突破还有外线 面对的防守球员远高于自己 形成很好的投篮干扰 从特点上来说 罗切尔和欧文很相似 事实上 初到之初 罗切尔一直被当成小欧文 现在来看 只是是低配版的欧文了 我的意思是 打法类似 但效率上却是天差地别 对于胡人来说 在罗切尔不受重用的情况下 可以尝试交易 后者能给球队带来的有 其一 突破攻坚 其二 外线投篮 牵制力 而胡人说服 黄蜂进行交易的理由 在于这还有四年 9400万的大合同 如刚才所说 在鲍尔带队战绩不佳 索性不如放弃本赛季 这样有两点好处 其一 瞄准 文斑亚马 其二 整理球队薪资空间 也就是说短暂的放弃 是为未来的崛起做准备 此时 胡人可以用 威少加受保护的首轮 换罗切尔加海沃德 从黄蜂角度看 这是一举双得 既可以给足鲍尔球权 刷数据 同时又能释放薪资空间出来 换言之 在对黄蜂有吸引力的情况下 这笔潜在的交易 还是非常有望达成的 关于胡人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 其他球队的消息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76人客场挑战马次 昨天全明星替补名单 出炉没有哈登 这引起热议 从任何角度来看 哈登都应该是全明星的一份子 哈登自己也在社交平台表达不满 不过用他和恩比德的话说 本赛季球队有更大的目标 此前76人33胜17负 排名东部第三 马次此前战绩14胜38负 排名西部倒数第二 波波维奇铁了新药竞争状圆签 马次是本赛季联盟惨案的常客 此外 今天欧文申请交易 76人方面表示没有兴趣 而马次 很有可能成为篮网交易的第三方 比如吃尽微少和手轮签 给篮网送集站立 76人首发阵容为 哈登加梅尔顿加哈利斯加塔克加恩比德 马次首发为 布兰纳姆加理查德森加约 汉逊加迪奥普加博尔特索汉 兰福德包括琼斯都不打 波波维奇 或许压根就不打算给76人制造难度 开局76人这边哈登和哈利斯就连续失误 马次依靠老将理查德森和迪奥普 打出8-1的高潮 梅尔顿连续命中三分球直血后 哈登开始和恩比德二人转 马次则凭借冲击篮下守住领先优势 中段恩比德和哈登连续得分 波维奇还吃到一个季饭 看起来非常生气 76人迅速抹平分差 后半段马克西和米尔顿内外开花 第一节两队战成26平 第二节哈利尔在场时 76人内线防守更是漏洞百出 不过哈利尔在进攻端也连续吃饼的手 马克西带队维持住微弱领先优势 中段76人首发回来开始爆发 马克西的2加1 恩比德连续站上罚球线 恩比德内外开花 哈登反击未禀恩比德报扣 继续未禀哈利斯报扣 76人进攻行云流水 而马次这边明显有溃败之势 节目哈登连续得分 但是再一次上篮回合 胳膊碰了一下 看起来没有大碍 半场结束时 76人73比61领先马次 恩比德独砍18分 下半场开打后 恩比德但无需发 哈登则继续带动 梅尔顿和哈利斯多点开花 哈登在落选全明星后 他并没有打算通过 在这一场比赛中爆发的方式 给出回应 还是正常打 比赛中 哈利斯曾有空位3分的机会 但是还是给哈登传球 包括恩比德多次利用 掩护得球后继续找哈登 看起来76人 其他队友特别希望哈登爆发一场 但哈登极力控制自己的出手术 和恩比德搭档 就给恩比德卫柄 和马克西一组 就给马克西创造空间 这种表现太无私了 中段恩比德助攻哈登命中三分球 恩比德则不断在篮下强攻 节目马克西和尼昂下起三分雨 76人在三节打完时 106比87领先马次 实际上比赛已经失去悬念 第四节回来后 尼尔顿连续得分 马克西三分球紧上添花 波波维奇老爷子已经换上 全部替补阵容 可让人意外的是 马次中段打出小高潮 一度追到只差12分 劳里福斯坐不住了 在最后五分钟 换上恩比德加哈登加哈里斯 恩比德上场就开始造犯规 哈登顶着罗比轰三分球 随后哈登罚球命中 分叉再度被拉开 比赛彻底失去悬念 最终76人137比125 轻取马次 马次遭遇8连败 76人迎来2连胜 数据 76人这边 哈登16分4篮板8助攻 恩比德33分10篮板4助攻 尼昂13分3篮板 米尔顿14分3助攻 梅尔顿13分 马克西25分3篮板4助攻 马次这边 约翰逊18分3篮板3助攻 波尔特尔16分10篮板5助攻 布兰纳姆26分3助攻 斯坦利约翰逊13分4助攻 调普13分5篮板 哈登今天的比赛方式 就是最正确的选择 他根本没必要去回击 所谓的全明星落选 在最新一期的MVP榜单中 哈登排名第7 他是前15名中 唯一一个没有入选全明星的球员 不管有没有入选 哈登现在带队 已经征服了队友和主帅 用劳利福斯的话说 哈登做出了牺牲 他不应该被忽视 恩彼得和马克西火力全开 哈登控制自己出手在10次左右 带动尼昂 梅尔顿 梅尔顿等人多点开花 这是哈登本赛季坚持做的事情 打好自己的比赛 努力带队赢球 总冠军才是唯一目标 带动尔顿 军之上